回到香港之後 這場比賽在滬港杯之後舉行 上星期二晚黃國祥是對來自非洲賭國無理球師 無理球師直直無名 但在國際主要的排名方面竟然是高於香港的 比賽開始後白衣是非洲賭國無理球師 紅衣當然是香港隊了 香港隊的進攻 這下出到你無理球師的手臂 來的拉斯不敢用手臂的 自己好撞一堆 哎呀這樣啊 騎出了可惜了 郭宇宏就有機會見功了 這邊是無理球師的教練和後備球員等等 無理球師的進攻尖尾想說送過去右手邊 誰知被潘耀卓截了個球給郭宇宏 哎呀這個直線或者是給潘耀卓 然後在左邊地球帶過來中間 接著見到鄭紹聰接著門前很輕易掃入 一比零 鄭紹聰在送場了十分鐘 首先替香港隊打他幾路 這個球很有組織 最後這個王志強送過來左手邊 給了潘耀卓 潘耀卓呢 碰一個地球過來中間 十碼左右 離門 十碼八碼 鄭紹聰把握這個機會 掃把腳替香港隊先拔頭籌 好 然後梁卓祥開了一個後面球出來 投球一頂又怎樣 這個球呢 史坦尼奧又是香港隊的中方 這次看又怎樣 好幸好對方的守門 如果拉斯出來一躺就躺了 這個球如果出遲些應該有機會 會有郭宇雄 身材挺好的 毛利球師的球員 砍這個球 想不到被蔥仔 放近處位又投球批成二比零 這個球斬過來的落點都相當漂亮了 蔥仔飆飆前在近處位 對方升起上岸頂波之前 已經被鄭紹聰投球批了一個球進網 二比零了 洪三香港隊兩球球領先的了 這次看又輸不輸得 又有梁卓祥回來掩護屋門 對方射門這個攻彈筋射得沒力 未能夠打開紀錄的 好, 接著下來香港隊 鄭紹聰這個球已經很乖巧 趁對方搜尾出來之後 跪在那邊踢一趟 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射 踢一趟的球就萬流美袋 三比零, 上半場三個入球 都是鄭紹聰是搞定的 這場賽事鄭紹聰在前面認真活躍 我們從萬景欣賞鄭紹聰這球球點入 郭宇鴻加上很漂亮的球 剛剛投入鴻衛 你看他跪在那裡 是一個灌臥射式 將球一彈彈進去 其實這場賽事香港隊來講 都不算是全球的 因為平哥知道兩天後 藍華有比賽 所以部分藍華的主力 優軟派等都沒有出 好, 這個球有危險 但是沒用 中間亦都是有 賴啟祥守住這個胸門 把球借出來 無理球師上半場 都在下三球 但是香港隊還有很多機會 例如臨完上半場前 鄭紹聰這球球 是射過來的, 很厲害的 他說僅僅是高出一點點 上半場國後 香港隊是三球領先的 下半場 看下半場如何發展 大家猜不到下半場 另外也有多一點的入球出現 這個球證也吹發 高鵬根這位防守球員趕了出場 無理球師還太少一個 現在落後是三比零 這個球線上去 射完時間 中間的球員 法老師還投球線一線 反而打開了紀錄 遠處的球員第一時間射上去 彈一彈地 看著這個球應該會出界的 陳偉招也壓著這個是法老師的 法老師是很聰明的 閃閃改變方向 是破彈, 追回1比3 計劇在底線把球咬出來 回到後面 歐偉琳射這個球漂亮 這個球簡直是掛網 再到記錄拋離 再到領先來三球 郭文迪把球叫回下位 第一時間把球輕輕彈回下 當然事前都視察過環境 看到後面也有 歐偉琳後上 比得很漂亮 射得也是很漂亮的 壓著 應該趨勢香港隊的球員 沒錯 首先由艾道安 把球給進去禁區裡面 看看究竟是甚麼事 導致香港隊輸一個極刑 原來拉桿之後 向前走的時候 用手推一推他 球證給了十二碼 看看進不進 沒錯 進回 即是二比四 尼夫羅拔 在完場之前的七分鐘再進一球 好 在完場之前 就是毛利球師的最後一擊 這個球撈過來中間 哎呀 輪盡地 又被這個 毛利球師的尼夫羅拔 門前撿入網 結果這場球 香港隊贏四比三賽 我們訪問了教練 陳鴻平 他怎麼說 今天其實呢 我們還沒齊人踢 邱健威 最有時間到邱健威都沒有踢先 還有下半場 我們是比較 有些人傷了 我們三個額都換了 但是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 中前場 我們的合拍 挺好的 在世界排行